高斯奥特曼 用善心感化万物 用行动追求平等 最慈爱的蓝色巨人 作为奥特曼现在作用最多TV极臭的作品 高斯虽然很长 但设定不杂乱 剧情不割裂 从头到尾都很好的贯彻了其主题 爱 如果说童话故事的结尾 往往是打败邪恶的女巫后 王子跟公主开始过上了没修没少的幸福生活 那高斯的结尾就是王子最后把女巫也给收了 看成比童话还童话的展开 隔壁二星拐都不敢这么写 震撼但不突兀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毕竟高斯的基调就是保护怪兽 把缺缺一身之敌给感化了有什么问题吗 在别人眼中作为奥特曼对立面存在的怪兽 都本座里摇身一面成为了被重点保护的对象 整天怪兽都能爱的 还有啥不能爱的 并以此为主题 一路延到了你 高斯独一份 但是看上去和以往的奥特曼并没有割裂感 一点都不违和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系列作品里几乎都有 奥特曼慈悲为怀 放过怪兽的聚集 那时都拯救过射列上是生物兵器 没有感情的超兽 就不了女朋友 一能用自然能量复活怪兽 嗨评恩典 高斯能那么长 一定程度上都会奥特战士们优秀的历史 在我看来 不少保护怪兽的桥段 包括作战 都可以直接拿以前的相关结束致敬 个人印象深刻的 比如保护像蚕一样的怪兽 让他安心养老 寿终正寝 还有诸多关于如何处理怪兽的 去向问题 火石问题 生育问题 心理问题 体型问题 医疗问题 情感问题 等等 这些福利政策在高斯里都得到落实 甚至他们还专门划分了一个小岛给怪兽居住 安保系统年卡欧是一时半会都供不破 TV结束后更是开发一整个星球当怪兽乐园 还把卡欧师请回来当极限物 不得不说高斯里的怪兽真的是活得比我的万一 而我们的园长高斯 更是在前辈保护怪兽的经验教训上 得出了一套更先进的理论 即拳头与花两手抓 高斯虽然形态不多 世纪长谱不过八套 但每个形态都有独门绝招 每个必杀都能笑过八群 拳脚跟身法更是既精是弱 融合之后更给你意外的惊喜呀 他都这么专业了 可在战斗的时候 却还有人特地提醒他不要伤害怪兽 不是 你对一个业界知名的专家说这种话 是不是怀疑我们高斯府的业务水平 就好比要晒纹会使头标 韩艾斯蹲上头刀 就雷欧快睡回脚 让迪加赶紧断脚 关键最搞笑的是别人这么一提醒 结果反而导致高斯分心识别谈判破裂 这样然后不得也变成日美去捶怪兽 粉末到日啊 所以说专业人员战斗的时候少值得一点点 高斯末的打斗一直很通畅 具有夸张的美感 揉耳有力 每次看起下来光线总能把敌人射到变形 不是敌人把他轰得老远 就是他把敌人轰得老远 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 这不严方太极拳吗 看上去用了很大的劲 拼劲全力在捶怪兽 可实际上对怪兽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这力量把控不去早上应聘可惜了 因为多数时候的任务未必要是感化 不是火化 所以不能真的下狠手 但又不能显得太滑水 于是为了体现他的奋力 只能在别的地方用力 打近战 特别是在准备重击前 这些其他部位摆出超大幅度 迷失你 咱们这一下的输出奥特百分百 面对敌人的远程攻击 常常是一顿操作模糊 定睛一看原地处 并没有拉近距离 还在被继续牵制 魏仪蛇的表演自然不用多说 一眼不合开极压术 即便是平平无邪的跑动 也恨不得把盖亚正睡 发出了叫声那更是突破天际 独特战吼基本是傲系猛男的标配 而高斯喊的绝对是最多最有意思的 从月神到未来 赏门越来越浑厚 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这合唱国上奥特曼在战斗时特有的骚化呢 既然在剧场版里有人翻译过高斯的语言 那我觉得我也可以胡说一下他打倒石叫声的意思 这是蟑螂拳 这是蛇行步 这是莲花雕 这是鞋子掌 还有弗拉明歌舞步 鲨鱼吃鱼 红雷穿 竖塔踢腿 暴斗水 暴准身 暴落地 恶狼前进 飞鹤 武家 海山家顶 点眼逼人 一壶沙两羊 乎鸦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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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壶捕食困小羊 蓝红身躬 风狂奔月 流星毁灭 飞香菜老鼠 暴龙振翅飞翔 黑虎掠过初鹰 龙卷风吹回停车场 二龙系竹 小星星淡 地震拳 一龙夺牛 流星连打三 大虎吃 扫汤腿 鲸鱼白尾 看我的鹰爪躬 回鹰鹰斩翅 双风冠儿 举风梯 小儿水中游 烈爆飞温 一牛黄奔 醉瓜泉 黑虎掏心 罗斯拳 罗子踢腿 眼镜蛇 牡力壳 把尾拍苍蝇 连刀着地 大象踢腿 雄桌鲑鱼 康鼠上车轮 火山喷发 弄压起飞 弄压飞鞋 飞龙在天 就像阿福打架时 非要喊出招式名一样 高师出手前 也非要把那个架势摆好 这一习惯导致 他曾打出过一段 无比迷惑的操作 把敌人踹了后 啥也没干 就在那不慌不忙的 开始摆架势 敌人爬起来后 准备操重虚拟攻击 高师既没有选择打断 也没有选择闪躲 而是手忙脚乱的硬接 于是被怪兽撞飞 爬起来之后 没有闪 被飞传电麻 被怪兽撞飞 爬起来之后 摆架势 被飞传电麻 被怪兽撞飞 爬起来之后 摆架势 被飞传电麻 被怪兽打倒 你的位移技能不是 所有奥里最少的吗 怎么这个时候 就不会受伤反滚了 由此可见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高师 也会因为错误的预过操作 导致战斗吃饼 那武装中 因为刚获得奥特曼力量的普通人 也曾陷入过对力量的执着 急于求成 导致量成悲剧 怪兽没能挽救回来 十分痛心 虽然在本作世界观的地球里 善待怪兽已经成为了 多数人的共识 甚至与某些路人 对怪兽的行为抱怨了几句 都会被清净基因批判一番 这都是宇宙人的阴谋 是挑拨离间 来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防卫运 但是保护怪兽这种事情吧 尺度把握不好 也容易搞出动保组织那样的破事 及授权大于人权 明明怪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可事后却一点处罚都没有 蒙混过关 难怪他们一直跳空地打架 减少损失是吧 不过负面情绪 主位是要有人买单的 所以这时就需要一个 怪兽以外的存在来吸引火力 一个会搞事 能主动背锅的反派 一个被艾斯队 哼到牙痒痒的存在 一个总跟主角对着干的畜生 一个粉碎的人类希望的家伙 一个差点杀死奥特曼的黑手 对 没错 收大哟 他就是一个一个地球防卫军 啊 你以为我说的是卡沃斯吗 可人家最后被主角收了呀 还跑去看家赋院当保姆 哪有这样大反派嘛 哦 好像确实有 当我没说 历来一般反卫军 都是最龙套的角色 明明出场不少 可表现的却一直很鸡肋 时不时指挥量产坦克 说来全灭 时不时开量产战斗机 说来全灭 或者在主角队伍出动前 出动全灭 也或者在主角队伍 全灭后出动全灭 就这种完全抛灰定位的组织 都告诉你竟然大有作为 成为了存在感鲜明的 搞事反派 在TV开始前的剧场版 就已经有了 企图偷袭 谋坏奥特曼的前科 就可以看出这帮玩家 在本作里是什么样的定位 编剧都在玩命黑 照着反派模板鞋的 拿个无意义的小皮鞭 翘个没必要的高抬腿 总感觉放隔壁 随时能变成怪人干部的形象 虚假的反派 很少露面 长期掉线 真正的反派 时不时出来各应了一下 怪兽发狂了 原来是他们搞的鬼 污染了环境 怪兽快好了 他们突然出来插一手 前功尽弃 怪兽要走了 他们强行给自己加戏 无视声黑 还总学在剧情高潮时 跑出来煞风景 跟个弹窗广告一样 出现在屏幕上下命令 为什么还不发动攻击 他们似乎对所有 不是人的东西都充满了敌意 除了卡奥斯惹的麻烦 宇宙人找的麻烦 剩下就是他们整出来让火 以至于高射的 不少次变成都是为了 解决他们的麻烦 比如变成出来挡子弹 变成出来挡导弹 变成出来挡炮弹 堂堂奥特曼正是 化成了一个拦截系统 关键有的时候还拦不住 你说这些防卫军的 攻击性得有多大 最搞的是高斯艾 差点没怪兽误报了 但好人还是很难的 防卫军真就大本宗下 送快递 上面摆下面进 高尘从宇宙人那里 手点破烂 偷一手 准备造最强兵器 结果成为奥特曼代言人的武将 一阵延迟地表示 正因如实 你没资格啊 你没资格 然后不出意外的 他们又给自己造了个爹 而底下的罗洛更悲催 还遭到个高射的威胁恐吓 哇 你见过人类 比奥特曼 还是号称最温柔的那个 握拳笔画 是唯一的场景吗 地球人 做事小心点 送命题 请用高尸函数计算 当事人的心理营业面积 也不知道这些防卫军 造了什么力 在怪兽那边当炮灰 到奥特曼这里还没排面 一旁的艾史队还在笑 就这段语 怕不是要与全宇宙为敌 尤其是最后的大结局篇章 好不容易开始充当正面角色 先是在战斗中驻战高尸 再次和艾史达成共识 制定消灭卡欧斯的计划 结果呢 怪兽们出来嘴炮卡欧斯 高尸开违心挂 赶化卡欧斯 艾史也帮忙拯救卡欧斯 只有防卫军在战前 又被全灭了一波小队 说好的我们凝合的呢 你们怎么都跟别人讲和了 但凡他们不是群小丑 也不会表现得这么小丑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 在看到防卫军观察到 怪兽动向时 心里想的是 求求你们继续逛机 别出去捣乱好不好 就这种观众都不希望 他们出动的组织 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说夸作品比较待遇 只能图一乐 真要看反差 还得看我们艾史队跟防卫军 差不多约等约 赛特跟迈克克 出现在同一步距离 更何况迈克克 从来没被奥特曼吓唬过 即便他们差点炸了奥特之星 和由民间组织发展来的 青年精英队 其工作氛围 不能说是其乐融融吧 只能说是充满了爱 抛开业绩波弹 工作时投入了感情 肯定是最多的 多次对防卫军的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队长还抓起过 长官的领子摇啊摇 进行修正 不过并没有太大用 防卫军真要搞事 他们也拦不下来 队内则更是情感丰富 队长还带逃克 队员的谁一批 普战跟风吹的春风组合 关键这俩前期矛盾也不少 动不动抓起领子摇啊摇 他怎么磕的动啊 要不要磕一个 北斗跟山中的 除此之外 艾斯队成员平均美人 至少三级恋爱戏份 第一级相互认识 嗯OK 第二级加强感情 骂还行 第三级确定关系 啊酸了 三回啊三回 包这个FF团团上干嘛了 主角谈恋爱 配角谈恋爱 敌人谈恋爱 地球人谈 宇宙人谈 怪兽也他妈谈 更是有那么一个种族 跟自己的飞行背包 不是说奥特曼里的恋爱悲剧很多吗 所以到了高师这 要塞那么的好的 找不回来是吧 算了还是不吐上这个了 剧中一个对恋情 极致怨念的怪兽 都被狠狠地骂了 我再说下去 怕不怕要被击火 还是来扯一扯奥特曼的必修课 身份保密学 请问 当人间几出事 队友全神观众望向他 无障 危险 快跳伞 这时候该怎么变身 而不被发现呢 高师给出来解决方案是 扔赏光弹 啊好赤眼 发生什么事了 墨镜都顶不住了光 几个意思 欲盖弥障是吧 只要把目击者闪瞎了 就看不到是谁变得神了 自将 武藏可能也跟着学坏了 只一喜欢拿变身器 往摄影师脸上顿 对着天上处 对着前面处 我都懂 奥特曼身皮彩虾 顺势向前上方变大出来 但有的时候 镜头都移到下面了 他还要往地下处 什么操作 想让高师以头枪地儿 还想高师下跌的四十五度 从剧场版开始 就被把暗坦击落到地面 提为一位卡奥蛇 打成吊骰人 重重倒地 武藏跟奥特曼 人机分离十米 然后再次表演 出二物理光的反射 成功获得超耍赖 日食形态 要说那块反射光的石头就离谱 太阳被挡住后 发出来了一点点光 再透过它射给高师 居然还能升起新形态 大结局更是 直接变成了奇迹月神 这石头怕不是 跟爱哲红石同款 能将光线反射 树立之后征服射出 相信大家都对武藏 让高师升级了 这两次印象深刻 但更让我在意的是 升级前的两次分离行为 第一次是高师被拼走了 大部分人量后 准备拼尽最后一点余力 跟卡奥蛇对冲的时候 明明是非常极限的情况 却还有精力固全武藏 第二次则是跟卡奥蛇 拼完命后 真没多少能量了 这差点面为新城之际 将武藏安全送回 见过拼手术变神的 也见过拼手术脱出的 但奥特曼消散前 拼手术弹出人间体 然后自己退社离场 他真的 我哭死 以往奥特曼战败 都会着重刻画人间体的 狩猎过程 要么被打的衣衫男女 还在这衣衫上 不停喊哥哥 要么在精神世界 被迷语人疯狂拷问 身内心更累 要么就用垂涩自己的方式 快速练及 精力修罗场 而高师战败后 武藏就直接躺床上去了 躺床上去了 躺天上去了 躺意识圆去了 高师输给了卡奥蛇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对人间体来说 这边是卡奥蛇设计鬼子武藏 切断了他跟高师的联系 起初在精神世界恐吓武藏 可高师也仍在武藏身旁啊 还给他加油打气 在关键的时刻 更是立马迭行武藏快变身 请问在看鬼片的时候 旁边陪着一个货真架蛇的奥特曼 你会感到害怕吗 高师受伤最重的一次 事后对武藏的诊断结果是 劳累过度 一直没好好休息 虽然说的是可能会累死 但这对人均临近期的 超人力霸王来说 莫是可以四舍五入掉吧 武藏醒来后 过来一会儿还是个没事人似的 反倒是高师 最后实打实 累得四个都说不出来了 虽然这么说有点夸张 但确实能很直观的感受到 高师对武藏特有的保护与关怀 毕竟是从小就认识的 奥特曼人间体系 赔偿系 拷贝系 拐卖系 祖传制 世袭制 善让制之后 又迎来一新类别 养成系人间体 论自律的奥特曼有多可怕 连人间体都是从娃娃抓起 大伙只看到了高师谈判专家的身份 同时 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跟武藏的第一次卸后 就开始了人间体养成 首先自己惨兮兮的 躺倒在武藏面前 让他救自己 培养善行 乐于助人 一定要服啊 小朋友们 为了正义而产生的勇气 就是很棒 制造特殊的困境 让武藏可以用身边的小器材 进行简单反射 并救下自己 培养动手能力 就能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实验成功后 长大我要当太空人 高师可高兴了 你的梦想是宇宙探险 好好加油 一定会成真 带我装逼带我飞 有了翱翔于天际的勇气 享受奇妙又安全的飞行之旅 在武藏被小伙伴们嘲讽的时候 高师却没有第一时间现身 培养抗压能力 把身体练得棒棒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面对 敌人出现后 及时登场 保护大家安全 往回武藏风平 传出一段佳话 让武藏的整个童年 都变成了光 请再次用高师函数 计算他的心理斜坎的面积有多大 嘿嘿嘿 武藏 你来得正好 我有特殊的附身符 要送给一个小天才 猜猜是谁 You 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勇者吗 You 现在有人比我都温柔了 他就是 You OnlyYou 大大的手指指向小小的武藏 来自奥特曼的认证 从小到大都是这么一路鼓励来的 他不当人间体 谁当人间体啊 高师应该是新三代以前 跟人间体互动最多的 经常出来指导武藏行动 武藏 打没打没 不让变身 多观察情况 武藏 母你母你 这这不能 要相信别人 武藏 压大压大 非常危险 我会陪着你 在战前进行充分交流的二人 非常的有爱 非常的周全 并且高师不让武藏变身的次数 甚至可以拿到香香树面前秀一秀 变身后的你 再强大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要迷恋奥特曼的力量 要锻炼自己的内心 不过在武藏很想变身的时候 高师也仍会给他这次尝试的机会 即便之后的结果不太好 但是没关系 武藏放心回忆 出示高师回忆 在武藏纠结困惑的时候 想找高师要参考答案 他又假装离心 要武藏自个修悟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心理的声音 可以激发人的潜力哦 堪称循序渐进 一环扣一环的精英教育模式 或许正是因为跟高师相互影响 共同成就 武藏最后才能给出超过考卷分数上限的答案吧 以主角为核心 靠着微星爆发去解决敌人的时代 我们武藏的处理方式却往往是感化怪兽 即便是卡罗斯这样的 最后也被感化送走了 出人意料的同时 又很符合角色特有的定位 可以说大结局篇章 除了武藏之外的所有主要角色 包括高师 对待卡罗斯的态度都是杀疯了 不弄死鸭的今晚肯定睡不着 尤其是高师 明明身体状态都是在无人化 可心里却奠记着太子战法 点燃最后的希望之火 得亏他不会奥特战战 也没有后备隐藏人员 又奔走步的卡罗斯自爆了 估计在武藏上后代打钱 心里还在想怎么拼命 这么说是很浮夸 但能把慈爱的战士逼到这份上 卡罗斯的成分属实难以形容 好在奥特曼系列向来不屈 通人性的反派 可以把卡罗斯因此分解成 很多个熟悉的例子 喜欢改造怪兽为己所用 还总是诈尸 亚伯人 被人为造出来 会附身干坏是渣鸡 所有个体共用一个意思 惊魂不散 使说已经巴尔坦 变成奥特曼的模样 干坏是巴巴尔 就这些标签一打 那都可以直接抬走 哪还有什么镀金洗白的机会啊 更何况高斯跟卡罗斯是什么关系啊 反一词 啊不对 啊对 是高斯真实的星球被卡罗斯毁了 就好比西卡利对伯加儒 雷欧对马格玛 伊格尼斯对希特拉姆 不能说是相识已久吧 只能说不共戴天 高斯没有套副手铠甲去砍卡罗斯 已经很仁慈了 加上之前也有过 感化卡罗斯被骗被偷袭的经历 为此还专门开发出了 针对他的特殊光线 有机会肯定要第一时间把他干碎啊 可面对庆祖兰说的卡罗斯 武藏提出的条件既然是 停停不打了送你走 明明之前都干碎了那么多次 为什么现在不再继续塔塔卡艾呢 是怕他还能复活卷土重来吗 是不是妥协了 然后恰恰这份妥协才是超纲答案 以前塞文也早提出过 吐血的马拉松 这一比喻能很生动的套在高射身上 在他对付愈发强大的卡罗斯时 被打得十分狼狈身体透支 却在队友们的鼓励下 再次顽强站着起来 然后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整道连招 为了一个超大的必杀 自此一直到结局 身体都处于波罗波罗顶不住的状态 如果用武侠局的表现形式 差不多约等约 高射被打了吐了几顿金色的血 内力受损 元气大伤 仅剩几成功力 虽然人类又研发出了新武器 助攻击碎卡罗斯了好几次 但用多了也会导致卡罗斯病毒 在面对能杀死自己的抗体攻击时 居然也产生了抗体免疫 双方都在不断积累着对对方的仇恨 只会让战争进一步扩大 发展成最大脚肉机 用尸山血海堆车了真正人间炼狱 直到其中一方彻底灭亡 而身体方也只会获得一片死寂 不在世纪居住的星球 所以比起不顾一切 赌上全部不惜代价地通过无力去解决问题 和解反而才是当下相对来说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并且这并不是唐突的展开 前面有不少伏笔 卡罗斯曾多次下地读取人类的情感 在第一次实体化与高射的战斗中证据上风 可却被人类的美好情感所干扰 行为逻辑发生的动摇 陷入痛苦的挣扎 更结局被怪兽们劝说时 犯的应该是同款头痛数级 理论上这个时刻的卡罗斯是存在被感化可能性的 然而高射把握住机会把他干碎了 差不多约等于给高射续了几次级 从而有更多的篇幅 却把卡罗斯拿出来多扁持几次 以及慢慢丰富卡罗斯的设定 为制造出来执行秩序的人工生命体 结果用错误的方式去执行结果秩序 被高射打乱计划后十分不满陷入片子 你不能因为你的名字刚好叫秩序 就否认我这个混乱的解题过程啊 你们不也改变了怪兽吗 太可恨了 人类确实以自己的意愿影响了怪兽 也曾因为一己失欲 屠戮甚至消灭过其他生物 而卡罗斯作为一个分布心善恶的群体 行为准则也不被人类的道德所约束 为了建立他所认为的秩序 是不惜以下代价的 中后期更是吸收了人类的负面情绪 愤怒 仇恨 从而进一步强化暴走 行为动机还算比较好解释 他本身认知就出现了偏差 不知道生命的平等 固实一点 把那个秩序的理念先搞懂 所以只要把他身上的负面情绪消除 Bug修好 就能存在洗白的操作空间 武藏和高射通过努力净化了卡罗斯 将选择权交给他 卡罗斯的选择是去弥补 所以最后到行星图栏做了守护兽 但是卡罗斯开遍对人类进行的毁灭性打击 是不争的事实 是后期用再多笔墨都无法修饰的极大暴行 就算要上显卡罗斯为人类牺牲的情节 那也是两码事 因为没有任何人配战在卡罗斯事件中受害者的角度 去代替他们原谅卡罗斯的行为 编剧大概也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写 干脆没什么描绘 因为原谅分文中成精神变态 所以剧情中后期卡罗斯疯了一样 针对武藏和高射 给他们俩积累仇恨值 导致追着武藏杀的卡罗斯 看上去像个病胶似的 胶点基本都放在了武藏身上 最后在有保兽折磨 疲惫不堪 参透一线后 获得违心之力的武藏去传达理念 我给高射训绘会外挂了 能和卡罗斯再大战300回合 但是这个地球上 便利都是根本揭不住卡罗斯一招的人类 我现在选择和平 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我只希望接下来人们能活得好好的 由我之手结束纷争 仇恨与战争都是没有必要的 咱们一起和谐相处吧 你哪来的回哪去 和功夫以及师父的武德结局类似 都是我有了打败你的能力 但是已经不用再战斗了 遇了个反派弄死了大亏人心 遇了个反派放过了恩运结勤 任何情节的任何演绎方式 都有其所要重点表达的思想 卡罗斯设定上同时具备个体和群体的概念 既可以分裂成无数个也可以合而为一 军师在统一的意志下行动 执行统一秩序 会感受生物的情绪 反馈周围的事物不断进化 那编剧设计出这样一个角色 是想表达什么呢 一般来说 在没有正确的三观引导 缺少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的情况下 人性本善这个概念是很难成立的 这位生物王 会用最原始最纯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即弱肉强食 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卡罗斯自登场开始 从未善待过任何生命 也不明白生命的价值 只会一味遵循程序性的行动 因此被他的暴行所激怒了人们 并不会想着如何去了解他所作所为的目的 在他们眼里 卡罗斯只是单纯的生物兵器 没有人想知道 想理解他为什么存在 只想快点消灭这个带来灾害的贵物 包括高斯 作为一个被所有人抛弃 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存在 卡罗斯不只是悔改的同时 更是主动读取人们的负面情绪 进行进一步进化 从而做出更多的恶行 更加激化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是要将其彻底抹除了人们 无所无用其极 可是又会因为卡罗斯的性质 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好在武藏最后发现盲点 成功用自己的善意叫停了他 对 就是用温柔体贴 解决了武力无法根除的问题 这正是高斯之物剧所要传达的一种思想 且善待他人有效沟通 犯错之后也需要正确的引导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去认识到错误所在 要不然只能让事件恶化 高斯里的不少宇宙人 上来就认为人类有害 甚至还有闲着诞成过来考验人类的 出于对未知的恐惧 人类缺少和他们的沟通 但是武藏不同 他能在做到沟通的同时 将自己内心的想法 连同善意一起传达给对方 即使是卡罗斯这样 阿巴阿巴最大恶吉德 也因为他人工生命体的纯粹性 仍有颁证回到正轨的机会 这是高斯在漫长的旅程中 没有学会的武藏教给他的道理 让人震撼的结果 并能为整体环境带来改变 之所以高射在地球里 人们会善待怪兽 也是因为曾经有怪兽 拼命保护过人类 利益是好的 但是回到剧情本身的表现上 编辑硬塞观点的感觉 有点严重 多少有点影响观看 就好像是用偏极端的方式 告诉你 你是希望看到一个 充满了仇恨的世界 还是一个充满了善意的世界呢 特有的先射剑后话吧 我观点说说完了 谁赞成谁反对 对于这种过于主观的展现形式 接受的人会很感动 不接受的人都会感觉很生硬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这温柔多是一件美事啊 只要吃一小口就好了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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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的 快吃 吃啊 吃 吃啊 于是高射的后两部剧团班 补充了另外的情况 被给过一次机会的坏人 是否一定会洗心革命呢 所以就有了圣德罗斯 曾经也像人类那样拥有爱呀 有梅呀 可最终还是堕入黑暗 毁灭了很多星球 多亏天降正义 杰斯提斯跟高射双打 才成功将其消灭 不懂宇宙露了的含金量啊 能派出一堆绝不意气勇士 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的审判机器人出来 这可是正在宇宙意志视角给出的结论啊 总之靠自己的努力去把握未来 最后还有一个要着重强调一点 各位千万不要忘了这两次讲和的 至关重要因素 自身要足够强大 这才是谈判的本情 如果没有奇迹月神出来 你觉得卡沃斯能平手吗 如果没有雷杰多龙出来 你觉得德拉星会退兵吗 要知道现实中的敌人 可比卡沃斯还要罪孽深重 被地界高小动作的能力 比防卫军还要低孽让人不齿 打折的正义其后 做出来的事情 比宇宙意志还要离谱 所以在有人想找麻烦的时候 你得先有足够相应的手段 让他幸福于你 才可能有事后谈论和平的余地 没剑和有剑不用剩两个概念 放下手分也绝对不代表忘记屈辱的过去 高思中除了新系宇宙万物的博爱 也同样物观中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爱 亲子之爱 伙伴之爱 同胞之爱 异族之爱 跨越宇宙光年 跨越物种的爱 对于星球的热爱 甚至是对物品的爱 对玩具的爱 这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高思与武藏之间的感情 最初只是孩童时期一次短暂相遇 没想到会影响彼此一生 高思的到来给年幼的武藏留下了宝贵的回忆 激烈了他 让他有了不断追梦的动力 没想到多年之后 彼此又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什么是勇气 什么是力量 什么是爱 这何尝不是看着奥特曼长大的我们的真实写照呢 同样也是在懵懂无知的时候 接受到了这些英雄们 他们的行为所传达出来的思想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 让我们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 了解了世间黑白 分清了是非对错 学会了人与人之间的正确相处方式 知道团队和伙伴的重要性 也认清了这个世界 贴回最后的离别之际 高思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 即将远去 不让眼含泪光 依依不舍 我真的很想这一次 跟你一起飞翔 像我小的时候一样 现在的你 已经可以一个人飞翔了 啊 原来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长大了 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烂漫的自己 也早已不会守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奥特曼的播出 在繁杂的工作学心中渐渐麻木 但只要回忆起心中重要的事物 就是让疲惫的自己 这一次拾起当年的热血 我可以一个人奋进行行 因为我知道 这那个遥远的星云 有一束光 一直在注视着 守护着 深爱着我们 期待着有一天 即使化作宇宙星辰 我也与你同在 好的 这里是让各位 久等了的Wi 高赛特剧场版以后 应该可以单独搜索潮 想看的同学 可以把高诗函数打在苹果上 9.3年提供回报个座 我什么都会做的 背脱了 我什么都会做的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咳咳咳咳咳咳咳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